红膜炎是怎么引起的? 低龙眼科副主任医师 我们眼睛上除了白眼人、黑眼人 另外就是棕色的 我们中国人是棕色的 国外那些欧美人可能是蓝色的、灰色的等等 这些结构我们能看到的就是葡萄膜 我们肉眼就能看到的结构 这一层在眼睛的最表面的葡萄膜叫做红膜 顾名思义红膜炎就是红膜发炎了 它为什么会发炎呢? 有多种原因 有可能是感染性的 也有可能是免疫因素引起的 自身免疫性的疾病 比如一些人有强制性脊柱炎 多发性的一些关节炎 可能引起红膜发炎 还有一些原因可能是创伤或者是刺激 比如脚膜发炎也会引起红膜发炎 多种多样的原因都可能会引起红膜发炎 红膜炎主要患者表现为眼睛的疼痛感 而且它的视力会下降 眼前看东西都是非常模糊的 主要就是这两种 专家提示 一、原因多种多样 如感染因素 免疫因素 自身免疫性疾病 二、创伤或者刺激 也会引起红膜发炎 三、主要表现为 眼睛疼痛和视力下降 云 两、二、五 二、三